DXC2023 ICTMC 第31題 1題只有41%效生答對 同樣給了一些input 給了一個agrapham給效生 就問究竟的output是些什麼 我們看看這個agrapham有什麼output 這裡有一個outputs 我們只要找其中一個目標 另外一個output的井符號 或者hashtag符號 這個output就在if then else裏面 而if then else在for loop裏面 我們要小心 而s從0開始 我們同樣要用一個dry run table 列出所有wareable names的內容 好 這裡我們開始了 第一個s入個0給它 s入個0 接著i會由1數到5 i從1開始 接著input ch 說明input就是ynyny 第一個自然就是y 這個符號 ch就會入個y 接著就有個if then else的statement if ch 就是y 這個match s加1 s是0 0加1 1回到s 所以s變成1 然後else 這個不用做 然後 回到上面 i就是1 調成2 所以 i變成2 又再input ch 這次第2個ch 就是n 所以 這個就是n if ch y 我平均n 就不定是y 所以這個頂部就不會做 這次是else 這裡 output第一個hashtag的符號 這個output 這個output 做一個整號 今次這個for loop 就完了第二次了 i 就會由2 調成3 如出來推 接著ch 就是y 下一個是y 我可以照抄 這個angryphone 很明顯 如果進來的ch是y s 就加1 所以今次s 預到y 就加1 接著i 再loop 第四次 今次進來的就是n n 就會做output hashtag的符號 所以 又會 output 第二個hashtag 接著i loop到第五次 今次進來的又是y 見到y s加1 就變成3 所以 這個for loop loop了五次了 五次玩完 所以 outputs s就是3 所以這題的答案 就是hashtag hashtag3 或者井井3 答案 就是c for cat 所以作為這個題目 雖然它好像說 要loop五次了 要寫一些 dry run tip 都幾花時間的 但是loop了一兩次之後 dry run 一兩次 其實去到第三四五次 你可以interpret 或者理解到 algorithm的目的了 就是你就可以 在一個更加高的 attraction 就是在一個層次裏面 去了解那個演說法的目的 就不用這麼細緻 逐個逐個step 因為你開始明白 究竟它想怎樣 好 以上就講到這麼多了 拜拜